昨天晚上呢 刚刚嫁做秦太太的伊能静 在北京举办了第二场婚礼 来宾呢 大多都是秦浩的好朋友 幸福的伊能静呢 宣布要减少工作 安心在家当全职太太了 这新郎官的压力可是山大了 谢谢大家的祝福 等电影4月16日上档后 会暂停下所有的工作 专心调理身体 昨天最后是被秦先生背回家的 彻底醉了 哎呦呦 看着微博 小编只想说 谁在拿年龄和距离说事 都起开一边去 这46岁的伊能静和小他10岁的情号 自从宣布婚讯以来 幸福那就是天天写在脸上 而伊能静口中的昨晚 正是两人结束完泰国普吉岛婚礼之后 回北京宴请各位亲朋好友的婚宴 而这也是惊动了不少的明星们 除了有大家熟悉的歌手卢庚须 模特张子凌 主持人李静 晚些时候呢 作为女方代表的陈乔恩 也脱着重感冒前来敷衍 看来绝对啊 都是与两位新人交情匪浅 而大家呢 也都纷纷协礼送上祝福 更有人当中直接催生 再一次的掌声柜子 再一次的掌声柜子 对对 但是对浩子来说 应该是第一次的 但是对浩子来说应该是第一次的 对 要给两位新人送点祝福吧 两位先生 新人 不用送了 百年好合 Svartika 祝那个伊能静 还有秦浩先生 百年好合 恭喜恭喜 我要带什么礼物啊 秘密 秘密 秦天主角 因为刚刚她拍了 主电影 那今天 在女主来的 如何她们的金钱 为她们选了一对飞 飞 飞 希望她们 希望她们 前进一对 而到最后 迟迟入场的 也有重量级人物 女神高圆圆 一袭白色上衣 配休闲裤 低调入场 可这结婚没多久的男神赵又婷 怎么就不在身边护家了吗 赵又婷 今天给你来 是 是 是谁给你来 对啊 今天是谁给你来 代表你 帮你帮我那边 那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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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普吉岛高调完婚的两人 这次则走起了低调解约风 新娘子自行入场 更像是来参加一个派对 而从那场流出的照片来看 小编只想说 幸福的女人是最美的 即便到场的个个都是明星 也压不住 依能静新娘子的光环 在宴会接近尾声时 两人也携手一起出来 依能静小女人的 依偎在秦浩身边 眼光深情 时不时还为有点微醺的秦浩 挡下媒体起哄 十足的小鸟依人的模样 而当天这80%来的都是南方的亲友 新娘子似乎也都嫁亲就熟 今天里面都是我们的 他很多中系的老师都来了 然后其实就是私人的一个聚会 大家在一起聚一聚 然后我觉得我们这么重要的时刻 需要跟身边最好的朋友分享一下 不是什么婚礼 就是一个大家聚一次的一个party 就男主外女主内嘛 然后菜呀 然后那个酒啊 布置我负责 然后宾客啊 招待啊 买单啊 他负责 因为我在北京比他待了久啊 所以我们朋友在台湾还比较多 而且普吉岛的时候 就是台北的那个该去的都去的差不多 昨晚两位新人看得出也是心情大好 秦浩更是直接没守住 把之后的宝贝计划也一股脑地说了 接下来就是沈阳家里那边的亲戚朋友 这个可能我们就没有那么辛苦了 因为后面该拍戏该工作该养身体就 我的确是4月21号 就电影上完我就开始停工了 嗯 推掉了好多节目什么 就是准备 我的梦想小时候就是嫁人 然后就是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是 就是爱大过天嘛 那对我来讲 觉得现在生活是我想要的 46岁的伊能静依旧少女心 我们也祝福这个一直活在爱情里的女人 梦想成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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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